這個鴉片戰爭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 但是現在彷彿他捲土重來斑的 而且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是美國人 深受鴉片之苦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作為英文其讀 鴉片叫Opium 就是鴉片類的這種東西 變成一個形容詞叫Opioid 所以美國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Opioid crisis 為什麼說美國人現在鴉片大問題呢 有這麼一個Netflix上的紀錄片 不要叫他紀錄片 因為他事實上是有戲劇化的 用一些演員來去演出他這些情節 所以這個或許可以叫做Docudrama 所以這個Documentary紀錄片般的drama的戲劇這樣子 那我已經看完了他他叫做Pain Killer 也就是止痛藥 OK非常簡單明瞭的一個劇名 那裡面講的就是有一家 這個就制止痛藥的一家廠商 那他們生出了一個藥叫做Oxycontin 那這個Oxycontin就是很厲害的止痛藥 那裡面就有用到了這個鴉片 然後就讓非常多人上癮 所以他們就變成了這個就是毒癮者 那那個叫做Junkie 隨便都講幾個字 所以很多人就變成Junkie 就是染上了毒癮 那而且很扯的是這個Oxycontin 還通過了美國的FDA 你知道就是美國的那個食品藥物管理局 所以FDA 所以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就是FDA的整個全民通過了美國的FDA 所以就是醫生可以合法的開給病人來使用 所以很多人就會去跟醫生說 我要這個那醫生開給他 開給他了以後然後他就上癮 所以變成是一個合法讓人上癮的概念 非常的扯 那為什麼他能夠合法通過讓醫生來開 就是因為反正就透過了一些買通什麼幹嘛 至少距離是這樣拍的 然後又他們的那個銷售團隊又非常的厲害 彷彿像是簡直是比那個直銷還厲害就是 所以他們裡面這些幾個層面都有拍到 拍到在這個劇裡面 所以你都可以去看 都看得到 好也不是要review這個 我們要講的重點是 還有另外一個止痛藥叫Fentanyl 也其實是鴉片類的東西 只是這個東西說真的 其實他們讓他通過 然後讓他能夠讓醫生開給人家使用 也並不是真的錯 因為有的人真的必須用強力的止痛才能夠 渡得過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 我們在講的就是 癌症的病患 然後癌末的病患 所以其實這個Oxycontin真要開的話 你如果開給癌末的人是OK的 OK因為裡面也有一些很有道德的醫生 他們的確也開Oxycontin 可是只開給就是Terminally ill cancer patient 那他不會隨便開 可是問題就是現在美國就是變隨便開 那隨便開的話就讓大家上癮 所以說這不是說這個藥真的是很evil的東西 而且我心裡有一個感覺 如果今天這個藥在台灣也合法的話 我們染上毒癮的人真的 那我相信不會有美國多 因為我覺得這還是一個lifestyle的choice 我們也一定會有人被這個藥影響 然後染上這種毒癮 不是不可能 可是我個人覺得我們亞洲人的自律的程度 是勝過在就是美國長大的那種文化中的這樣的人 但或許這是我自我感覺良好的想法 但我就覺得亞洲人比較 就是我們的self-discipline比較高啦 but that's only my take 你也不用相信我 你也會覺得我自己在爽而已 但anyway所以重點是呢 就是Oxycontin之外還有一個藥叫Fentanyl 我可能都還打錯了 沒關係我就先打進去 那這個Fentanyl 其實我或許從這個報導裡面查一下就查得到了 yes ok Fentanyl 好沒有打錯字就這樣打沒錯 那這個Fentanyl我還甚至有那麼一點熟悉感 為什麼 因為我當我父親在去年還沒走之前 醫院就有開Fentanyl給我爸爸 因為他們知道他已經在末期的狀態下是身上會有疼痛的 所以他是用貼片的方式開給我們 那我爸可以貼 可是我爸在還來不及發展出疼痛的人就已經走了 所以事實上那貼片根本也沒用完還要繳回醫院 因為這個是有管制的藥物 所以要是我無聊拿來貼貼說明我也上癮了 但我就沒那麼無聊 好所以說 所以Fentanyl也是這種鴉片 他也是Opioid 所以他也是鴉片類的藥 所以上繳回去又沒事了 而且我覺得這很酷 所以管制藥就是當那個藥貼完了沒有效果了就一張貼紙 撕下來以後我要把那個貼紙繳回去 因為管制嘛 你必須讓他知道說你用完了 而且還上繳回來了 表示我們有很嚴格的控管這玩意兒 So I guess that's good Right OK 所以好扯了半天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是這邊有個詞叫做T R A N Q 所以這個字發音是Trank 因為他是Tranquilizer 所以Tranquilizer是什麼 我們一般講麻醉藥叫做Anesthesia Tranquilizer Tranquil這個詞其實本身就是像例如說很寧靜啊 這邊有個湖 那個湖上一點涟漪都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很Tranquil的一個Lake 所以Tranquil就是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Tranquilize是一個動詞 就是幹嘛 就是把東西變得寧靜下來 Tranquilizer又變成一個名詞了 這樣子 那什麼意思呢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用在動物身上的一種麻醉藥 那我們知道動物園跑出一個獅子或是什麼大猩猩 他們就要在厲害的遠遠的獵人拿這個Tranquilizer打下去 打下去他就昏倒 然後就可以運回動物園了這樣子 所以Tranquilizer是麻醉藥 不過是用來一般只用在動物身上的 醫學用的全身麻醉 半身麻醉什麼哪裡麻醉 我們用的大概是Anesthesia 就Local Anesthesia 或者全部的這樣子 所以不同的字這樣子 那總之Tranquilizer就 所以Tranquilizer就取了自首 S-T-R-A-N-Q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被人家拿出來跟Fentanyl合在一起用 然後因此很多美國人 就像酒不應該混著喝 那或許他把藥混著用也更嚴重更可怕 所以這裡就說了Tranquilizer 這個玩意兒他就越來越常被大家找到 在所謂的鴉片用藥過度 鴉片濫用 所以overdose這個字也是我們生活中很常看到的字 像如果我們講說一個誰誰誰什麼明星死掉了 然後可能會說怎麼死的OD ODOD是什麼 OD就是overdose 就是用藥過量簡單的說 OK 所以在很多的Opioid的 OD的死亡中 找到了Tranquilizer在裡面 所以他本來是一個動物的Tranquilizer 有看到 我把這一段先讀一下 這事實上是小標題 So the powerful animal tranquilizer Xylazine is been detected more often in the illegal drug supply But it's fentanyl that's killing opioid users 所以這個報導想導的方向是 雖然說他有被找到 可是事實上殺人的還是Fentanyl 我們剛才講過Fentanyl也有被開給我老爸 所以這個東西要是你不是癌魔的人在使用 你大概就上癮 上癮了之後 你大概就沒太多時間可以活了 因為這種藥物上癮是很難解除 然後可能就不小心就會把自己弄死這樣子 因為像Pankill的片裡面其中一個比較劇透 反正好啦就是OD啦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一個 again就是一個Animal Tranquilizer 然後他正式的名字 藥名叫做Xylazine 不認識也無所謂啦 所以就是在這個 非法的drug supply裡面 就越來越被又找到這樣子 OK so pretty powerful stuff OK not good 好那好像這邊也說 男生還比女生多 一般來說我大概也是理解啦 我們讀一段就好了 事實上我覺得我講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現在就是報導一下下說 而且介紹了一些 我們介紹的單字也算是蠻多的 好今天 好現在影片這樣做短一點 So the number of drug overdose deaths involving a powerful animal tranquilizer called Xylazine has skyrocketed in recent years 好所以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using opioids that contain Xylazine and to die from opioid overdose than women 所以男生比女生死的機率實在比較高的 所以混著用 好所以用了opioid 還contain了Xylazine這個東西 那這邊這個skyrocket也是很常看到一個字 我們說一個東西一飛沖天般的 所以這個數字死亡數字一飛沖天般的往上跑 So the number has skyrocketed in recent years Skyrocket這個字大概是我高中的時候作文學到的字 好啦anyway OK所以報導了一下 這美國人現在處理了這個問題 必須面對 那我看這個報導其實也已經蠻久以前的 只是我最近才看到 那就介紹給大家一下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